当然我不可能接近他 不可能成为他 但是起码给我几百年的时间 我有可能朝他的方向逼近 但如果是斯卡帕的话 这就不是时间的问题 恐怕主要还是我张义 就不可能成为他 所以大家下去最好也想一想这种问题 一旦你找到那个人 你会变得 学习会变得很幸福 比如说像康走的路 我就乐意完全不变地跟着他走一遍 他做什么我也乐意跟着做什么 在这个时候你找到了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就可以不用再问很多东西 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 比如说我的导师董于干 曾经在TA有一期教育专辑 但我不记得第几期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读度 他里面文章最后一句话 即便是安藤忠雄的书架上 也只有科布西和路易斯康 两个人的专辑 所以学得不要太杂 这个我是个反例 康1901年到1974年 就是他刚好比斯卡帕大了五岁 基本上就是他们寿命很接近 而且两个人还见过在美国 互相也互相吹捧过 康还曾经给斯卡帕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诗 赞美他的作品 可以看到他多数的照片都是侧面 因为他正面实在是长得不好看 这是真惨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找 我那有 没忍心放上来 大家可以看到他脸上有道疤 这道疤还非常的深 这可能跟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传奇 这种人一般都被传出很多八卦 这说他是在三岁的时候 就非常迷恋光 以至于他在看到炭火的时候 会把烧着的炭放在围裙上 但是我实在想不清楚 怎么知道他不小心就把脸给烫着了 所以他这道疤是来自他从小的一个爱好 当然到他五十岁成名以后 他做的所有的建筑 几乎都与光有关 在现代主义之后 他也几乎是做光做的最棒的一位大师 然后还有一些八卦 比如说他是当老师的 他的教育的足迹 遍及了耶鲁 MIT 还有伯克利 那么这个人呢 他也是哲学家 实际上咱们要搜路易斯康 在哲学文集里是搜不到的 但你搜艾尔卡恩 其实是同一个名字来的 但是不同的汉译 哲学界把它翻作卡恩 你会发现他在哲学界的地位也很高 然后他在小的时候读艺术学院 当然出身名门了 他是门德尔宗的后裔 从小弹钢琴 因为家里没落 他是犹派人 因为家里没落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纳粹破坏他们 他们逃到美国去 一直生活很落魄 他很小就开始弹钢琴 给家里就养活他的家里 那么在十几岁的时候 他的音乐和美术 同时获得了大奖 就是类似像罗马奖一样的 可以让他出国去留学的这种奖项 当然他艰苦地在音乐和美术之间选择了美术 所以实际上如果他当时选择音乐 可能是另一个履历 也许咱们就见不到他 当然也没准他会回来 但他哲学好 然后实际上在他的建筑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是秩序 他的秩序感强到什么程度呢 他有三个家庭 跟三个 他有三个老婆 当然都是同时活着的 但他跟这三个老婆同时组建了三个家庭 然后把三个家庭都照顾得非常好 然后在建筑史界 只是宗传他有三个家庭 从来没有听到八卦 就这三个老婆之间闹了什么事 那么他其中一个 他只有一个是法定的妻子 不太出名 然后他另外一个妻子 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叫唐宁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就是一个数学家和几何家 那么他的很多建筑成果 是跟唐宁合作的结果 都是八卦 当然他有三个老婆的这个气质 我是学不来了 只能试图在建筑里面 那么这个是 在讲这一节之前 大家在想什么 一直在畅想这个三个老婆的事 那讲这一课之前 我一直在调这个PPT 就这个我也讲过很多次 就以不同的顺序和逻辑 但我发现不可能把它讲全 那么我也跟大家说过 像那个波尔赫斯的焦虑 既然我要用语言来讲 一定是要先说什么后说什么 这个是我最新一版排出来的顺序 当然也不可能看到它的全貌 而且这个逻辑是我排出来的 也不是康的 但只不过是孤勤 以这种方式草率地介绍一下 首先关于学校 但这个作为逻辑起点 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爱好 但是他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似乎也在重述 今天发生在这儿的一件事 他讲学校起源于一个人 在一棵树下 对几个人讲述他的领悟 但是今天咱们这棵树 豪华得多了 老师不晓得他是老师 那些听他说话的人 也不认为自己是学生 对吧 大家都跟我叫师兄 这些学生希望他们的儿女 也能听听像他这样的人的讲话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于是空间开始兴建 第一所学校于烟而生 我们也可以说 学校的存在意愿 早在那个树下的人之前就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让心灵 回到初始的起点 因为任何组织活动 它最美好的时刻 后边落了一顿 没关系 大家一定能找到这句话 那么今天我在这棵树下 其实我最希望的是 有一天在座的各位 哪位能 也能站在这棵树下 我能坐到下面去听 康对教育的观点很有趣 也很像 我不知道是我们中心 在学习康的想法 就是讲课的老师经常跑题 刚才之前的话 我一直在跑题 然后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 你听课的时候必须要走神 因为如果你没走神 意味着你没动脑子 没动脑子你还来干嘛 所以经常认真听讲 不断记笔记 但是扬眼发直的同学会被老师骂 康孔派也这么想 因为他在设计学校的时候 校委 学校委员会 会给你一个提示 这是康写的 我们有个好构想 不要在学校里装窗户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们需要墙面来贴他们的图画 这完全是一个借口 真正的原因在后面 而窗户会分散他们对教师的注意力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 我不管上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 只要是靠窗户 一定是不好好听讲的 这个学校是对的 但是康认为 康说我想知道 为何教师应该受到这么多的注意 毕竟窗外的鸟 匆忙找地方躲雨的人 树上落下的叶子 飘过的云 穿透的光线 这些都值得一顾 他们本身就是课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康 在图书馆里设计的一个 课位 他 他没像学校说的 把窗户去掉 他就相反的 在前面挡了一个板 你就不要看别人了 然后这个窗也很有趣 它是一个石板和一块玻璃构成的 但后面咱们会看到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分得一清二楚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希望看桌子上的书的时候 你一定不希望有东西干扰你 这时候你希望桌子被照亮 所以这块板是打过来的 它可以把桌子照亮 但当你看出看腻的时候 你把这块板推过去 这时候桌子上的 你可以测量看看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但这是我能想到的 读书或者说上课 最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大家如果听腻了 就尽管离开这间教室 遵循康的说法 当然前面这个 跟他整个设计的逻辑没有关系 只是出于我个人的权利 因为我在这儿讲 我想咋讲就可以咋讲 所以才把学校放在前面 后面是真正关于他的讲述 当然只是我对他的讲述 就是里面会有很多错误 也会有很多我主观的观点 但我会把我主观的东西说出来 把他的想法标出来 那么这次讲座 还有这个PPT 并不能帮助大家了解康 所以只是我把大家 用一个比较热闹的讲座 诱惑进这个领域 然后究竟能从康身上 得到多少东西 不取决于这个课和PPT 而只是取决于大家 在里面会耗费多少精力 不许能投入多大热情 关于建筑的起点传承 我仍然想说的那件事是 世界上没有 没有那么花样翻新的历史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时尚 在说时代不同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回到历史 仔细研究 你会发现 每一代的核心的大师们 他们做的无非就是那么几件事 维特鲁维古罗马的时候 他提出什么呢 他认为建筑是坚固 加实用加美 这大家都知道 建筑三要素 那么到了现代主义 肇始时期 当然中间对这三要素的 讨论会非常多 下期期有时间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 尤其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像帕拉迪奥提出 实际上这个坚固 是看起来坚固 所以他被放进了美学下面讨论 包括到了 到了巴洛克的时代 法国的两位大师 对这些都有不同的诠释 那么我们只看现代主义的传承 沙利文提到 形式追随功能 在这里面形式 它基本上是 产生的是美的概念 功能是什么呢 Function在英文里面 其实非常的 就在 在我国的翻译里面 通常会把功能和实用 等同起来 但实际上在 在我读到过的英文的 理论文献里面 Function就等于建固加实用 这个是物理问题 你房子不要倒 这个是实用问题 那么功能是除了美学以外的 建筑所有要遵循的东西 那么在这儿呢 它变成了 这个大头 但是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真难说 在研究了沙利文以后 其实我开始发现 他讲 Form follows Function 它可以 一作追随 这个是一个 很失忆的翻译 但是从最简单的原理上 我们也可以 把它排定一个时间 是形式紧跟功能而来 在这个时候 可能没有主次关系 但是它是另一个 讲座的问题了 在现代主义的 功能主义者 通常会这么理解 沙利文的话 那么 在密斯那儿变成什么呢 功能追随形式 这个时候 这个等式仍然在 但是它的前后关系 已经变了 所以大家 以后讲密斯的时候 再说吧 密斯几乎所有纪念性的建筑 都是八根柱子 都是钢和玻璃 然后它组织空间的方式 会变得越来越纯粹 中间我们也会看到一些 会涉及到一些 跟密斯和莱特有关的东西 那么在它那儿 不管是盖什么房子 都是遵循一个形式 所以功能追随形式 到格鲁皮乌斯那儿 变成什么呢 兼顾加实用等于美 在这个时候 格鲁皮乌斯 以一种更强硬的方式 把美的操作 从整个建筑里面去掉 这个其实才真正是 整个现代主义 时期里面 功能主义 所追随的这条原则 因为格鲁皮乌斯 在理论里面 从来没有喊出一句 像沙利文这么猛的话 所以这句话 被俄传俄的 一直传承下来 当然还有很多俄传 有机会我给大家讲 路斯不是说过一句 装饰就是罪恶吗 其实 他不是这么想 这是到康这儿 当然前面讲的是 在康之前的前代大师 对统一问题的 不停地产生 在康这儿 同一个问题变成 欲望发生需要 形式发生功能 这跟形式追随功能一样 或者还是功能追随形式 它变得不那么一样 形式会产生功能 第一 对他的第一条诠释 需要容易满足 欲望难以实现 当然后面我会再次给大家讲 柏拉图有关理想国的那个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 需要和欲望 其实有着天壤之别 前面是清教徒要满足的 后面是所有受到 受到魔鬼诱惑的人 想要干的事 需要仅仅 来自已知的东西 需要从来都无法 对未知提出要求 那接下来是 会让所有的设计师 冲动的著名的论述 康讲到 贝多芬创作第五交响曲之前 世界需要它吗 贝多芬需要它吗 贝多芬是在一种 未知的欲望下进行创造 现在世界的需要 尾随其后 所以大家能看到 对于同一问题的反复阐释 才是我们这个学科 对于不断发展的 当然语言上的阐释 变得非常容易 而且我读起来 也会觉得苍白 除非它后面跟着 一系列 实实在在具体的操作 但是所有的逻辑 又清楚地让几乎任何一个名作 也不可能完全地实现它 或者说解决它 这才有很多大师名作被误读 当然误读不见得是坏事 有很多非常棒的理论 就出自误会 比如说帕提农 现代主义的 起码从科部那儿 一个 它把建筑所的简洁 做成白的 做成光滑的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来自帕提农 雅典未成的废墟 但是实际上 如果真的较真的话 我们会发现 帕提农其实根本不是白的 它是爱琴海的 这个希腊丸和金色 两个主要的色彩 共同构成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有多么绚蓝 但起码现在看起来 它给我们的这个震撼 也许并不亚于前者 而且它导致了新美学 所以先比较散地归纳一下 康的建筑里面呈现出来的 当然这些都是我回忆 我在读本科看康的东西 会有很多古怪的事 比方说它的双河 这是什么东西 有的可以在这儿就解决 这个是排水 我在帝袖的时候 发现很多同学 缺乏一些 就是这个东西 但不是哪都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规律 基本上会有洞的地方会有 有洞的地方雨水会落进来 还有地方它不是洞 意味着什么 这是可开启的 如果一个窗是风死的话 你不需要防水 对吧 那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怎么做呢 这个 我先说一下 R1是一个简单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物理问题 这个是 是用千板 镀心 这个在西方非常常见 R2都有大量的建筑 包括结构的防水 都是这么做的 因为它足够的薄 那么从 从这儿能看到 它其实是翻了一个弯下来的 这个东西叫滴水 能够理解 如果是一个 像这道梁一样 如果是一个平弯的话 雨水从这儿落下来 它会平着爬 爬到它爬不动了 落下来 就是有可能 就会落在你头上 所以通常来讲 会在这儿 如果有一个凸起 那么它就不会 水绝不会往上爬 对吧 水都是很下流的 所以它只要有一个凸起 它就可以在这儿落下来 那么这个牵板 实际上它弯了一下 那么它就相当于 形成了一个凸起 这跟我们古建里面的滴水 是一个道理 那水就能滴下来 那么这个是不能开启的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建筑师 都会受到一个困惑 当窗外的景致 变得非常棒的时候 一个很杀风景的东西是窗框 当然如果它不必开启的话 窗框可以做得非常的薄 但是当你的窗能开启 你一定还需要两个亭 对吧 你需要把一扇窗分成两个 你才能把它推开 这个时候中间的这个框 非常的碍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康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 就是他把可开启的窗扇 和不可开启的分开了 所以所有不可开启的这个窗扇 都可以非常的完整 用来取景 这个在这个对我帮助极大 就因为在做园林的时候 很多因为古代 好像古代有这种问题 就我给大家放过那些 花隔窗中间的洞 它如果能 当然现在装玻璃了 它不存在蚊子飞进来 遮风当雨的事 但是存在通风的问题 你总需要在某些地方把它打开 但通常我们的一个思维惯性呢 是既然窗户开了洞 那么我们希望既用它来采光 又用它来通风 这个是 所以作为一个窗来讲 这些简单的需要 已经被解决得非常好了 这是康前面所说的 需要容易满足 但是当我们希望看窗外的美景 又没有任何遮挡的时候 康的第二句话蹦出来了 欲望难以实现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才需要建筑师做一些工作 这种区分本身才叫设计 它真的解决问题 而且在这个做出来之前 恐怕窗外的美景 人也无暇顾忌 我曾经做过这种事 为了完整的窗面 当然我做得更狠 我连玻璃都没安 当然在南方问题不太大 蚊子推进来 你也是受不了 看到康多么的惭愧 所以既然通风的窗跟采光的窗 它是可以分开的 通风的窗也就不必是透明的用锅里 所以从里面看 它这个是可以打开的 在需要通风的时候 它可以开开 而且对应它做了这个防水 所以有一种古怪的形式 应运而生 这个东西叫钥匙窗 这在康的那个方案里面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 但是我本课的时候完全不理解 因为我曾经学过它做钥匙窗 就是把窗中开成这个形状 然后跟设计老师说 这个立面上比较有韵力感 遭到了赞同 后来我才发现 后来我才发现 实际上这钥匙窗 完全就是那个两分的原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迎风向 所以通通的窗会开在下面 这个是完全采光的 这个要打开 它会有一个防水 会有一个滴水 找坡下来 而这完全是窗子的 包括这也是 那下面是个门 所以钥匙窗的形式 完全来自于 就当你需要通风的时候 你不需要那么大的开动的面 你可以把它收小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你还可以出现一个 比较平阔的窗台 作为桌子 通风的窗可以开在里面 大家也可以想象 坐在桌前 如果你打开下面窗通风的话 实际上下身很舒服 所以这个它完全不是一个形式 不是由立面产生的 所以我曾经觉得这个立面非常好看 因为它到处都会有 所以现在大家能明白这个 这个逻辑是什么 所以才会有这么细 这么挺的窗框 完全基于它之前二分的一个讨论 当然这些是咱们今天 建造的明天马上就可以做的 我也特别希望在座同学 在接下来的设计里 可以试一试 但是我敢保证 大家在试的时候 如果真的面临建造的问题 还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这时候你们可能自然就会 回过头来找到康的作品 研究一下它是怎么解决的 一个二分也并不难 但是能把它引入的所有的问题 收拾得干干净净 才是大师做的事 那另外一个 它小时候就被烫着了 我不知道它是先被烫着才喜欢光 还是先喜欢光才被烫着了 但是它几乎所有的设计里面 都会表现光 今天我也会讲 光在现代主义的建筑身间里面 它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到处都有 光 当然还有康的大圆洞 我一直特别奇怪 念本科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康的钥匙创 但是我对他这些大圆洞 我觉得丑极了 还有这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根凉对吧 但这个凉为什么是这样 而且既然有拱的地方 为什么还要有凉 当然我本科的时候 完全想不到拱和凉 是什么关系 但我本科的时候 我最痛恨康的力面 就是他老用这个话鬼脸 对吧 他所有的这个力面 都是笑咪咪的 我当时真的是觉得 康的力面是很下三满的 但是后面我跟医医讲 这个脸是怎么画出来的 这个完全不是一张脸 到处都有大感动 以及他这些 怪模怪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咱们如果现在 教设计作业 教这么一个白人 能不能记住 再有就是他极其清晰的 细部 康的细部 跟斯卡帕的气质完全不同啊 当然我非常反对 在评价建筑里面 上来就讲气质 所以我姑且把气质放在这 因为它确实看起来会很不同 后面我会讲 他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 把交接的部位 点缀得这么细 好像已经一半了 别高兴那么高 前面只是块 康干了一件 非常诗意的事 因为他是哲学家 然后他同时其实又是诗人 当然他最主要的身份 是个建筑师了 所以建筑界把康称作 建筑的诗者 所以康也也做这种事 康跟砖聊了一会 就是我觉得很像面试 很多建材都去找他 我给你盖了 但是应该是50岁以后的事 建材才会去找他 康是在50岁以后才真的 他自己认为走上了真正的建筑制度 而在之前他一直是在 模仿当时的潮流 以及过去他所看到的一切 所以这个是建筑师跟中医一样 是在大气晚成的 我也讲了很多次了 50多岁的建筑师出专辑 还叫青年建筑师专辑 所以现在咱们大家什么都不是 千万不要背上这个包袱 怕人生太短什么也做不完 50岁如果能做到康这样 也许你就是历史上 你应该能到前十位了 康问庄你想成为什么 这个也不太像面试 有点像问他儿子 庄说康我想成为龚圈 这康声称他跟砖是这么聊的 他这么一问我不知道 这我真不知道 但是砖想成为龚圈确实是一个事实 大家知道所有的建筑 最难的根本不是砌墙 砌墙咱们小时搭积木就可以做到 现在只要给大家一会砖 让大家出于砌墙 高的不管说弃个两米应该不成问题吧 但是建筑史的每一步的发展 几乎都跟人类处理屋顶的方式有关 屋顶是最难的 为什么 因为它面临着悬条 它不是你落起来就可以了 悬条是跟重力矛盾的 那么砖作为一种器块 包括石头 其实都是一回事 它就是这么一方的 它怎么才能搭成一个屋顶 这个变得非常难 直到公元前四千多计 古巴比伦人 也就是波斯人的前辈 他们创造了拱的结构 拱的原理就是 你把这个器块做成楔形 或者不做成楔形 用灰缝找 让它逐渐地成圆滑的传递 最后它会 然后这种结构呢 它会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这个拱心石 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漫画的 找死的兔子 这几个兔子 其实非常拱建筑 因为你 你砖拱的结构 你给它压力越大 这个结构就会越结实 但是相反 就是这拱心石 是整个结构的 这个核心 那么 拱最怕的是什么 拱最怕的是 力从下面往上走 因为从上往下走的时候 它会越挤越紧 对吧 从下往上的时候 这个结构就垮了 所以它们从下往上走 所以实际上并不是 这跟大家的道理是一样的 并不是砖一个要想 它想成为什么 砖也要考虑考虑 它能成为什么 所以在建筑里 它除了成为拱圈 起码在康的那个年代 它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了 那么 下期期我会讲一下 迪斯特的建筑 大家会发现 砖除了成为拱圈 它也可以成为很多别的玩意儿 但是在康这不是 那么这个漫画家其实也很懂 拱圈带来两个问题 一个是拱心石 怕朝上的力 另外一个是 平行四边形的原理 会导致 拱圈在受力的时候 它的力在拱角的位置分解 一部分变成树石向下的力 这个柱子就可以解决 另外一部分叫侧推力 对吧 因为平行四边形的原理 它会有横向侧向力 所以这个柱子 实际上它就不可能 由柱子来完成 所以大家看到两个有砖朵 对吧 这是用来抵抗侧推力的 大家看到从古罗马时代 砖就一直是拱 这是咱们中国的汉墓 在广西河谷受拍的 本来考古队队长 答应送我两块汉砖的 早时往哪儿走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跟文化无关 不管是中国的砖还是外国的砖 他们小的时候就都立志要做一个拱圈 所以在康的建筑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凡是砖的地方 它基本上都会做大拱圈 大就是做大拱圈 对吧 小就是做小拱圈 到处都是拱圈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干嘛用的 刚才讲到了 拱的双重特征 一个是拱心石 它受压越大 结构越强 这个是没问题的 接下来大家发现没有 实际上在康的砖拱 两侧是没有抵抗侧推力的砖朵的 这个砖朵怎么解决呢 举个例子 如果我披开嘴 这就是一砖拱 有人特别有点 摁我肩膀 我就会往下滑 这个时候是侧推力 导致我往下滑的 对吧 会批刹 这时候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在我两个脚的 两边 各起一个砖朵 或者是别的东西 把我推住 对吧 这样我就下不去了 再有一个办法呢 是把我两只脚 用一根绳子拴住 这样它两边的侧推力 就互相抵消了对吧 大家再看看这个 这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是为什么这个家伙已经做了拱圈了 它居然还会出现一根凉 它不是为了画一只小蜜蜜的眼睛 但这个并不重复 因为实际上一根凉 你要求它受拉的时候 它的尺寸会比它受弯的时候 尺寸要小得多 它只要一根弦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底下的这根垃圈的梁 会非常的细点 所以两天才会有 当然这些梁是预制的 后面我会讲 为什么它那么久都用 预制的核凝土 会有这个斜坡 用来放钻脚的对吧 北大的建设学中心 曾经开过一个学期的 就是整个学期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砖 曾经一个核心问题是 砖有没有现代性 因为它是一个太古老的 从公元前四五千年就有的建材 一直用到现在 大家发现气法也都差不太多 但起码从康这 它有了现代性的可能 它摆脱了尊堵 构建大空间 所以大家现在能明白 这个道理 这个缝并不是梅寸的 而是两个预制 预制在中间留的缝 从这大家也可以理解 在所有需要悬条 在需要有跨度的地方 它都会用一个拱 但这个拱因为两边 它已经有了 原动 大家看这是什么 砖朵对吧 为什么这是砖朵 因为没有那根垃圾的梁 所以事实上 大家看到 这儿同样一个砖洞 它有垃圾的梁 就没有这个砖朵 但是实际上完全可以在这儿拉一下 让我不明白 康是不是想跟我们陈述点什么 还记得我上次在讲斯卡帕的时候 讲过有一个建筑评论的术语叫做评论性吗 实际上这个 它起码说了一件事 砖拱拱的逻辑 在这儿可能有点看不清楚 这是一面山墙 这个看的可能清楚一点 它即便是在一堵石墙里面仍然起的是拱圈 大家看到前面有拱圈 很容易理解 你要开洞对吧 你要跨度 在这儿为什么会有拱圈 是不是因为看不清楚是吗 要不然我说吧 你们相信我会从体力体里检查清楚 这是一道拱圈 这是一道拱圈 大家看到里面有垃圾的这个梁了 但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开洞的位置 它为什么要加拱圈 但同样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这么大面的砖墙 你是需要有构造柱的 对吧 否则整事儿砖墙它会倒掉 构造柱要凸出来 但构造柱也是很多建筑师讨厌的一个东西 后面我们会看到 它怎么进一步干掉 诸如像构造柱 它甚至在建筑里干掉了结构 那么在这里面 一个砖圈 它本身的稳定结构 可以导致它下面屁股的 以及它上面承托的这个砖墙 不需要中间夹构造柱 它本身可以是成片稳定的 但这是一个结构问题 那么在所以在这也会有这个 当然它会形成立面 但这个立面完全不是被设计出来的 那么在这儿 大家看到没有这条下弦的梁 为什么在这儿没有下弦的梁 是因为它可以落地做砖左了 它可以在这儿 就这个作用跟我前面讲 哥特都是讲的非伏弊 其实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儿有一个弓券 所以两边会扶住它 会推出去 这时候看得更清楚一点 看到这几个对吧 但实际上它落地了 是可以做地梁的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可疑 如果我们说它是一个结构的必须的话 是没问题的 但实际上在落地的时候 想要把一根梁藏住 而不用那个砖墙也特别容易 它在这儿说了一个砖本身的事 这个在建筑学里面叫做自明性 是一个建筑 它不是在模仿哥特 不是在模仿巴洛克 不是在模仿古希腊 它用建筑自身的语言 说了建筑自身的一个需求 它干了这件事 把这件事呈现得清清楚楚 给我们看 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 它把事说得很清楚 但是看它的人会觉得 这里面很真棒 我也想做一个一样的 但这是他们想要干的事 作为学建筑的专业人士 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骗了 布朗宁是 他写了一本书 有汉译本叫 路易斯艾康在建筑的王国里 这是那里面布朗宁的一句评述 路易斯康尽量避免 把他自己的选择 强加到设计中去 对吧 他设计之间先跟专商量过 是一个权衡的结果 路易斯康自己也提到 他要让建筑成为建筑想成为的样子 所以前面这些 所有这些 都不是康来决定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 如果不是康决定的 因为有太多人帮砖决定过事 但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么好的房子 那么康既然问过砖 那这个话是我杜撰的 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是我杜撰的 因为打混凝土这东西 问世以来 它就给世界上的建筑师 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 不是因为它提三提次的要求特别多 而是因为这种材料太好说话了 康问混凝土你想成为什么 混凝土说 康你想让我成为什么 我就成为什么 当然几乎所有的老板 建筑师 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为你服务的 他能这么说 其实不然 当你想让它成为什么 它就成为什么的时候 你的工作量就变大了 你需要决定非常多的事 而且需要把这事说清楚 那么一个想 什么都能成为的东西 你究竟让它成为什么 是最正确的 有谁知道 就这个原本 我一直 我曾经有一个 坏习惯是骂甲方 他们都是傻串 你不能理解我 直到我碰到一个好甲方 我做他们家的室内设计 那个甲方很有钱 他一直想跟我谈别的事 他的兴趣就不在我做那设计上 所以他老是敷衍我 我问他 你这究竟要怎么用啊 你这几口人住 他说张义你怎么 你怎么玩痛快 你就怎么做吧 这个我也不一定住 你玩开心就好 大家知道 这在我念书的时候 是一个多么梦寐以求的 一种甲方的境界 对吧 你玩得开心就好 你不用管我 但是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应该从哪开始 我应该做什么 用什么材料 用什么样的工人 把工艺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住几个人 哪摆桌子 哪摆椅子 我一概都不知道 当然我 最后逼着我给他 提出了几个要求 他还是 逼着他向我提要求啊 我跟他说 你这里面 五百多平的房子 你们家四口人 实在是住不过来 我说你 而且在顶层 我说你是不是考虑 把几间 把几间屋子的屋顶敲掉 我给你做成院子了 一旦他变成院子 我就知道该怎么干了 因为有了中国园林 给我的 当然 他已经是一个 非常好的甲方 但是他还是不能同意 他说我将来还要卖的 我买的时候是五百平 卖的时候 突然变成一二百多平 加几个屋顶 我这个 没同意 所以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 能不能理解 当一个设计队 你没有任何苛刻的要求的时候 你会处于一种 失语状态 完全做不出设计 当然 混凝土为什么会这样呢 混凝土最讨厌的地方 它是 它在交出之前是软的 它是液体 对吧 模子是什么形 它就是什么形 随物复形 当然中国人很喜欢 随物复形的东西 但还是 康是一个 住者不扣的外国人 他还是一个外国的哲学家 他们讲逻辑 讲的非常的 这个 这个严格 所以 突然有一个材料说 你让它成什么样 它又成什么样 它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看看 混凝土问世以后 西方现代主义的建筑师 都干了些什么 这是配来 是他第一个把 混凝土带进建筑学的 但是他不是第一个 用混凝土的建筑师 但是他第一个把混凝土 就是他已经非常的 精微的开发了 混凝土本身的 这个表现力 但是在他那个年代 因为混凝土 它是什么样都行 会导致 佩雷觉得也很头头 混凝土交出来的房子 就是一坨 这坨应该什么样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会 大家看他做什么 他做贴砖 对吧 这是陶土面砖 正好赶上那个时代呢 有一个新艺术运动 救了他们 但是佩雷是新艺术时代的 对不起 他会用陶土面砖 把混凝土的地方给贴住 然后让这个呢 模仿像器柱 或者编织一样的 这个机理 现在有一本书 也出了中文版 叫建筑四小素 森佩尔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读 在四小素里面 四个什么 屋顶 维护 排高的台积 以及壁炉 在讲到维护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就是 因为从古代人 就是他们要围住一个建筑的话 如果用硬的材料会很费啊 那个是生产力低下 他们会用软的东西 但那个时候没有塑料布 世界上只有成条的东西 比如说藤条 或者什么仿的线 没有成片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把这些小的编织成大的网 编织成像麻袋片一样的 把自己围住 所以建筑师通常在不知道 这个维护该是什么样的时候 就会模仿那种编织的效果 包括到后来砌柱了以后 实际上砌柱跟编织的这个 这个原理会非常的接近啊 实际上它也是有小 通过不断的插接 维合成大 那么密斯呢 实际上密斯有很多钢铁摩天楼啊 实际上是混凝土结构的 反正里面配的不是钢筋 而是形钢 因为其实钢结构 有着非常大的劣势 就是一个是防火 因为防火也成问题 所以它包一条混凝土以后 会让这个结构更强壮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钢是什么形状 是有定数的 因为钢材最大的用量 大家知道在哪 是在铁路 几乎各国的那个产钢 它最原本的这个初始的订单 都来自铁路部门 因为你要 比如说美国要从加州 铺到什么 亚特兰纳 对吧 它铺一条铁路 需要多少钢轨 所以公字钢的形状 是来自钢轨 那么它的规则已经被定下来了 所以建筑师 如果问钢你想成为什么 钢就会说 我想成为公字钢 后来有了几种规则 对吧 钢会说 我有几个选项 公字钢 C型钢 方钢 选一个吧 我这几个做什么都行 所以 逆斯在碰到混凝土结构的时候 他会用钢结构 挂一圈钢梁 钢柱 把它装饰掉 让它成为钢的样子 这些都是出于什么 都是出于混凝土 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 这种材料实在是没有个性 这阿瓦阿尔托干的活 钢筋混凝土结构 这个建筑俗 这个建筑俗称钢楼 它在表面也挂了一层钢结构 对吧 挂的是方形钢 这是钢结构一种选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从有混凝土以来 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就一直很头疼 这个烂泥浮上墙 究竟你要变成什么样 科布也做线条混凝土的 但是它的原则是什么 是磨度 而且因为这个混凝土 随无复行的样子 它实在是太自由了 以至于科布很怕别人认为 它的这个马赛公寓的楼 是溢造出来的 所以它还贴了一 把一个磨度人 摁在这个模板里面 把它浇出来 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它虽然非常规整 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到 混凝土就是一个这么 这么柔软圆滑 好说话 容易打交道的一种材料 到莱特是怎么处理的呢 莱特在遇到混凝土的时候 也觉得这东西很讨厌 所以他先把这东西浇成砖 然后我再气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都是世界上顶尖的大师 对吧 如果他们无能的话 那基本咱们已经不知道 傻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他们面对混凝土的时候 都是束手不策的 但因为混凝土 它很容易成型 那模板什么样 它就可以做成什么样 所以莱特做的气度 实际上让这个变成有点玛雅 就是玛雅的这种文样 当然这个漏水漏得非常厉害 但是以此为代价 莱特到后来终于弄明白 现胶混凝土 它应该成为什么样 这是约翰金之辣公司 大家知道 这种结构叫做无粮楼盖 它没有粮 它是一堆蘑菇一样 对啊 上面这伞就撑开了 它没有粮搭在柱子上 它完全是上面的圆盘 顶着这个屋顶 无粮楼盖 它为什么可以用现胶混凝土了 因为混凝土其实有两种逻辑 一种逻辑是模板逻辑 是模板是什么样 它就可以成为什么样 但是另一种也是 另外一种逻辑叫做钢筋逻辑 大家知道混凝土里面是要配钢筋的 因为混凝土的抗压 抗压性能非常好 但是抗压极差 这其实是牛肉干跟绿豆糕的区别 绿豆糕就相当于混凝土 对吧 你要压它 它基本上还好 但是你要把它掰开了 然后拉得很快就断了 牛肉干是成丝的 拉得很容易 所以它里面要配钢筋 大家知道钢筋是依据什么逻辑配的 受力 但一个结构的受力 实际上它不一定是一个纯几何形的 受力线大家都学过结构力学吧 受力线是可以被画出来的 所以在这里能看到 它实际上因为它是要抗弯的 弯矩图画出来就是这个形状 对吧 没错吧 能回应一下吗 还是大家 结构力学已经忘了 弯矩图就是这样 如果你就是最远的地方 能贺载在这 你考验它 弯矩这边越大 是需要这边来承托的 所以说实际上 你越到边上 你抗拒它的弯矩 大家知道弯矩是什么呢 F乘以这个距离对吧 也就是这个距离越大 弯矩越大 没错吧 所以越到这边 它要交得越厚 越往边上就越薄 这个时候 这个叫做什么逻辑 这叫做钢筋逻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已经不是标准的模板了 但是前面 科部的这个马赛公寓 完全是一模板逻辑 它为什么是平的 混凝土不见得是平的 但因为平的模板 是最标准的 最容易做出来 而且可以反复使用 如果你真做一飞标的 像汽车外形一样 你只能做一种汽车 所以在这 当莱特找到了混凝土 它可以追随结构逻辑的时候 它终于不再把它做成气块了 但这个过程花了将近40年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梁是钢筋肥净肥 它是什么逻辑 模板逻辑 对吧 它截面实际上 如果真正 在这根梁里 它特在的 受考验最大的地方 温室最大的地方 一定是终点 对吧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它应该是两边最窄 往中间越来越宽 往两边又收窄 这样还省不了 但是对于施工起来 会非常麻烦 所以这个是模板逻辑 这个是钢筋逻辑 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在康早年 它一直是做 预制钢筋混凝土的 预制件 你是可以 潜密约束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公字形 因为所有的梁和柱 其实都是一样的 比如柱 它要偏心受压的话 比如这个梁搭在这 它实际上 如果不是整根盖住 它盖住一边的话 外侧受拉 内侧受压 大家可以看到 受拉的地方 配的钢筋多 对吧 因为钢筋是受拉的 内侧受压 只有一根筋 受压是要求面积变大 受拉 不要求面积大 它只要求钢筋多 这一层是 裹出钢筋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逻辑吧 实际上它的形态 是被这个力学 控制下来的 在预制里面 它之所以动 是因为先把钢筋交好 然后把它像 插积木一样插进去 所以在房子那些 特别好玩的事 所以在这里 康福必问 混凝土你成为什么 或者混凝土 已经告诉他 我要成为这样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 这是一个相同的逻辑 因为这个地方是选权的 刚才已经讲过了 它往这边实际上 往这边玩具才大 在端头的地方 不需要梁那么高 所以它梁是变窄的 这些都预制的 然后在下面它的梁 在根部会变粗 当然梁的洁面大小 基本都是回应这个受力的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的这个十字形的资料 也是预制混凝土的 它知道上面受压 下面受拉 是需要混凝土和钢筋的 中间的副板部分 它不一定是有用的 所以被挖空了 所有这些混凝土的形状 不是由康本人来决定的 或者康只是参与了 选择它几类形状之一 但是仍然有那么多的建筑师 渴望自由啊 但是我觉得 渴望自由说明 设计学的还不够好 但是如果只是做到之前这一步 如果只是做到这一步的话 你基本上只是一个结构 在康这它有另外一套逻辑 就是既然在转角的部分 它上面已经提高了 它会在上面中窗户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窗户是可以开启的 是可以通风的 下面的窗户可以是整个的窗框 当然在这里面 为什么转角部分要是旋条 这是莱特的 转角部分旋条来自一个继承 继承的人可以说基本就是莱特 就莱特当他意识到这个框架结构的优越性以后 就发现其实当房子不再用墙承重 而用一个矿承重的时候 原本很多闭塞的地方都可以打开了 实际上矿不见得一定要搭载转角 但它也可以搭载转角 但这是能阐释 因为墙承重的时候 一个转角的墙其实是 它能承担的特载是最大的 比单片的墙要好对吧 我们拿一张纸就可以试出来 就你折一下放在那 或单片放在那 它承重肯定会更大 所以在这里 莱特为了纪念这种新的结构 可以脱回库脱开的这个 他认为是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的 它会做转角窗 那么斯卡帕基本上也在纪念这个对吧 斯卡帕也是莱特的小弟 当然莱特更早的一个小弟是密斯 密斯大家可以看到 它纪念性的建筑都是八根柱 它所有的转角都是让坑的 这样使它们的结构最大限度地 脱离了传统墙体承重的 或者说强和柱混合承重的这种结构模式 所以斯卡帕这个上次我讲 会把它反过来 多一个面来纪念这个转角 所以大家看康实际上 他也在纪念转角 在他的房子里 当然这个转角或许不是它的核心特征 但是既然它是由框架承重的 它的转角是放空的 它绝不会让你误认为 这是西方建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评论性以及自明性 这个房子要把自己的事说得清清楚楚 像汇报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角是封实的 它在中间开动 它可以是一个框架结构 也可以是一个砖混结构 对吧 但只有 所以在这儿 它的立面能甚至不吸 开一道缝把这个放空的留下 并且开了一个窗来表现这个转角 所以这个转角从莱特开始 一直变成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表现内容 那么在做了一轮 预制混凝图以后 康也和莱特一样不能满足于 只是让他以预制的形态出现 因为一个材料当他能随物复行的时候 给建筑师的解放也非常大 所以建筑师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 在现胶的状态下 怎么释放混凝土自身的表现力 所以康说了 混凝土实际上想变成花钢石 因为混凝土本身就是 就是它被称作溶解的石头 最节点的加固是一位能够使这种 所谓溶解了的石头 具有足够承载力的非凡神秘工人的杰作 它实际上是一个思想的产物 这个因为已经有人翻了 所以我是完全把这个翻译拿上来 他说的这个最节点的加固指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康作的现胶混凝土 混凝土是像木板的 大家也熟悉现胶混凝土的表现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做现胶混凝土的立面 而且我会特别享受在上面点六个点 然后立面会显得很好看 这点是什么呀 大家知道你要浇一片混凝土墙 起码需要两片模板 两片模板怎么固定 它中间有六个洞 它中间是有栓 栓在一起的 你把混凝土浇进去以后 中间的这个栓就会浇在混凝土里了 当你把它抽掉的时候会留下一个洞 通常会把洞捕上 但实际上它指的节点加固 指的是这个 那么既然现胶混凝土 它尊重的是模板 那么模板就应该成为现胶混凝土表现的核心 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洞应该被补上 而且它肯定是补上了的 但它一定会把洞的位置给你留出来 而且康所有的模板就包括那个安藤中雄啊 它们的模板基本上是刷了漆的 是特制过的 拆模的时候不会带掉混凝土 这个时候才能保证这个表面足够的光滑 而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拼缝 为什么 因为正是拼缝和这些节点 才表达了现胶混凝土它形成的秩序 它是怎么做出来了 所以可以看到 而且康甚至花了 在做萨尔克生物学院的时候 花了七个月的时间 调整混凝土的配方 让它呈现出现在我们看到的颜色和质地 但现在我们技术好多了 可是在国内仍然很难 现在世界上做现胶混凝土效果最好的 仍然是日本和瑞士 就是他们的混凝土配方 但是现在好像国内已经有一个施工队 给安藤中雄的工作室做过施工了 他们掌握了一种配方 这个非常难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自密石混凝土 怎么开始说技术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模板本身的这个 这个痕迹啊 这个逻辑 所以大家也可以同时发现 实际上它的尺寸 也就被模板的标准化 尺寸给固定下来了 对吧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层高以及整个高度是怎么来的 包括它的厚度 是怎么出现的 当然这个一定是钢膜啊 当然我也在detail上见过一期 有木膜做得非常棒 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图片了 就那个建筑师很牛 他用木膜织膜现交了一个混凝土的房子 然后那个木头的纹理非常的粗糙 他选了最粗糙的木头做模板 然后一导致那个混凝土表面上完全都是木纹理 然后木板因为被混凝土浇过以后变成灰色 他用那些木板就做了桌子椅子 还有那个门窗板 所以木模板又像混凝土一样出现混凝土的质地 当他拿这些大书架啊什么这整个做出来的时候 那应该是康的好同学 大家可以看到 从康以后 线胶混凝土做成这样 变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 我也讲过像我本科做设计的时候也会假模假事的 打上格以后点点 当然它并不是你要保留 它就可以了 线胶混凝土建筑从技术上对设计的要求非常之高 我曾经去同学的同名老师的工地线胶混凝土的 你要知道它一次成型意味着 你不可能在整个房做完以后再考虑线从哪走 对吧 你已经这么一个光滑的表面 你跟安同中心同说你没走线 这需要一插座 你要从这抱一道桃抱到这 往那水滴给你抹上 安同是练拳击的 这会非常的难 它要求你在之前一体化就要把所有的事都想好 一旦这个交注了 它就再也没得改了 所以实际上就包括这个混凝土的配方和模板的工艺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有一个中央食材做人物吧 做安同中熊的 有一片段特别逗 他那个施工队的工头哭了 采访人问他你哭什么呢 他说我教这个掉了一脚 然后说安同中熊还不知道 我昨天晚上梦见了安同 我是哭醒了 到那时候还没好 这个 线交混凝土并不粗野 所以到康 在康的线交工艺里面 他会尽可能地用这个形式回应 在这个混凝土之前已经存在的某些逻辑 比如这个梁 刚才我讲到了梁实际上 它在受弯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弯了以后 它的上半部分是受压的 下半部分是受拉的 所以通常来讲 根本筋会配在下面 但受拉的部分 梁结面不需要太大 受压的部分梁结面要大 所以它就做成了梯形 当然造了一种非常好的光的效果 当然好的东西 它一定不只是在一个逻辑下进行的 但是它一定会有一条足够清晰的逻辑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去 做包工头 如果要偷工减料的话 通常 比如你要偷几个钢筋 一定要你偷上面的钢筋 不要偷两底的钢筋 就有那种没脑的施工队 偷下面的钢筋 所以我常会带他 所以当 当你掌握一些固有的逻辑的时候 再来解读这些作品 它会变得格外清楚 当然光 从前面已经能看到 它的这个 遵从结构逻辑的设计 它会导致光会产生某些 非常奇妙的效果 当然这如果立起来的话 是什么 朗乡教堂 对吧 科普是康的偶像 就是 康在得到科普死讯的时候 他望着窗外 就是十几分钟说不出话来 他说的第一句话说 那我们为谁设计 所以崇拜一个人 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找不到崇拜的人 才说明自己不够成熟 那么 他的光的效果 康讲过很多非常失忆的 与光有关的话 他说 只有有自然光线的空间 才是真正的建筑空间 这话说的已经 非常狠了 意味着监狱都不是建筑空间 这不是灯来的 这是自然光 而且他说 并非所有的房屋都属于建筑 大家还记得我讲过 building和architecture的区别吗 只有有美学评价的那种 最高级的建筑师的造物 才叫architecture 一般东西都叫building 这跟前面那句话一脉相承 自然光是唯一能使建筑成为 建筑艺术的光线 也就是说灯光不是 所以大家姑且听之 他能把自然光控制得像灯光一样的稳定 这是非常牛的事 当然我希望西渣肯定不同意康说的话 西渣做的最好的是灯光 所以这句话大家可以读一读 而且康之所以能这么说 因为他真的把自然光做绝了 他绝不只是一个说 但大家姑且听一听 不要全信 是因为在大家还没有做绝的时候 不要吹这种牛 太阳从未明白他有多伟大 直到他打造一座房子的一侧 所以建筑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职业 他证明了太阳有多伟大 要学好一个东西多少需要狂热一点 过分冷静可能会导致你停步不前 这句我特别喜欢 即便是全黑的空间 也需要一束神秘的光线 证明他到底有多黑 大家知道康晓的时候 曾经艰难地在音乐和美术之间抉择过 所以对音乐家而言 一页乐谱是以听的方式来看的 对一座建筑而言 一页平面 是以光线照耀下空间和谐感的和谐感阅读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和谐 还记得我讲过和谐是怎么评价的吗 只有建筑美学跟音乐原则发生关系的时候 才形容它为和谐 所以这个地方用了非常准确 现在讲讲光在现代主义建筑里面的意义 今天讲座里有两个地方 大家可以不用听懂 通常来讲 一个讲座如果有 有90%的东西大家都能听懂 意味着我不需要来这讲 但如果有60%的东西大家都听不懂 意味着我讲失败 我希望大家听不懂的 空着在30%到40%之间 这是你30%里的 当然我明白这些事 花了非常很多年的时间 也有机缘巧合 所以不要说大家马上就明白 姑且听之 那个对哲学不感兴趣 想要上次走 朋友可以去 光的意义是什么 海德格尔提出 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住居司 海德格尔写的 跟建筑关系非常大 现在这几年现象学 建筑现象学好像很火爆 所以大家可以去追一追 这个空间 空间是无限的 而场所是有限的 空间是space 场所是place 它首先区分了这两个概念 这个曾经让我非常的费解 因为一个空间 它只有被完全违和的时候 才能称之为空间 对吧 所以 而一个场所不必是被违和的 它只要有事件在这发生 它就有一个核心 但是场所不必是有一个边界的 所以在读海德格尔之前 我一直认为空间是有限的 而场所是无限的 这个怎么讲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的话 如果我们把一个空间里 所有跟空间无关的东西抽掉 它的材料 窗户 光啊 人啊 桌椅板 等等全都抽掉 只留下一个空间的话 空间里的每一个点 都跟其他的点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这空间会变得没有特征 以此 海德格尔得出的这个空间命题是 一个纯粹的空间 在我们接触到的 它那一刻 它那一刻的时候起 我们就已经穿越它 因为我们只要掌握这空间里面 哪怕一丁点的特征 我们就掌握了整个空间的特征 对吧 这个时候空间还有意义吗 绝对的空间变得丧失意义 所以空间是无限的 它是一个不可度量的东西 如果它真的是纯粹的空间 那么场所是有限的 场所的一个 有兴趣的往下走 同学可以去读一读 沈克宁写的建筑现象学 我在豆瓣上写了书评的 一个场所 比如一个标准模型 是有一条河 这个时候它也许还不构成场所 当有一座桥 对人来说也许不构成场所 当有一座桥跨过那条河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成为一个场所 桥作为一个核心 它定义了这个场所 而这个场所是可度量的 在这个场所里面任何一个点 任何一个位置 因为有那座桥的存在 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 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空间表现 空间表现 一直在谈空间 在做设计说明的时候 讲空间好不好 我们究竟是不是理解空间 如果空间没有对立面的时候 这是我跟一个同学讨论的时候 我曾经提到的 如果空间没有对立面 那么空间还有没有意义 任何东西都可以是空间 那么我们如何界定好的空间 以及不够好的空间 所以从这我们应该可以开始明白 为什么斯卡帕那么执着的 希望用平面手段 来对抗一个建筑里面的空间感觉 让它回复一个平面里面去 所以场所实际上才是建筑师 更多在表达的东西 另外一个源头在哪 在于分配尔的四小宿 我前面说了 它四小宿屋顶在上面对吧 是这个 维护是这一圈 台积 那个新翻译那个 我觉得非常糟糕 把它翻译成堆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 因为我 我之前读过那个英文版 这确实 如果查字典 那确实是个堆 但是 这个 太金山快意了 再姑且读一读啊 因为英文版的可能会很费劲 这三个东西 维合的是什么东西 空间对吧 有上面有四周 还有下面 它维合的是空间 这三个基本是一组的 森佩认为不够 在建筑里面 他加了一个壁炉 这个 我曾经认为是化 斗胆认为是化学天足的 是因为这个 壁炉它只是众多种家具 和构建中的一个 为什么要单单把壁炉拿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 实际上 在西方的一个房子里面 你中文烧火炕 没有这个壁炉 壁炉是导致一个空间 成为场所的核心 因为冬天 大家能想象这个画面吗 就是一个壁炉在燃烧着熊熊的火 就包括圣诞老人也是从这下来的 对吧 西方很多文化东西都是跟这个壁炉相关的 包括就是妖魔鞋碎也是从这出来的 一个建筑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着它产生的 因为它提供光和热 因为有壁炉的存在 一个房间里面任何的位置 它对于生活的意义 因为壁炉的位置已经事先确定下来 都会变得不同 然后我们都知道体居室可能人都会围着壁炉 那么卧室所有东西都会围绕着它 跟它发生关系的产生配备 这个时候空间不再是一个无限 而是变成一个有限可被度量的场所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流水别墅 这是流水别墅里的壁炉 大家记得流水别墅的利面 如果是别墅除了这个数项的石材 器柱的东西以外 其他基本都是光滑的 在表现现胶混凝土的质感 对吧 虽然不是现胶的很多地方模绘 这个表现是什么 就是壁炉 壁炉在这个位置 他说现代主义那几位大师 几乎都是读着森佩尔的理论成长起来的 壁炉在莱特的 大家知道莱特发明了什么 流动空间对吧 然后我们一直受到教育 是流动空间实际上 它打破了违和感空间革命 然后每个空间的这个原本 不同的这个房间 它会被定义成不同的功能 但因为这个流动 因为这个流动 它这个功能的界限也被模糊了 会被或者被取消了 然后甚至还有一本书叫做 《二十世纪经典布宅》 黑皮里面有好多轴策图 就是我本科的时候 我们受那影响非常大 里面提出一个非常致命的 错误的概念 叫做云质空间 实际上云质空间 流动空间完全是两种概念 云质空间 讲的前面海德格尔 讲的空间的那个问题 但实际上真正的流动空间 未见得是云质的 莱特的所有的流动空间 它都是以壁炉为核心 作为场所的 所以它甚至在建筑的外形里面 都会着重表现那个壁炉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 莱特在它所有的建筑里面 它如果乐意把一个石材气体的墙 突出外表或者立起来给你看 那一定是壁炉 所以我本科的时候也曾经做一个石材的墙 然后瞎掰说 这个是粗糙的 光滑的形成一个对比 现在我才知道我多么愚蠢 大家知道密斯是莱特的小弟 他职业生涯的初期 一直在追随着莱特的流动空间 巴塞罗那德国馆是流动空间的一个典范 也是莱特看到这个作品 说这个叫密斯的小兄弟很有前途 当然后来密斯开始不做流动空间 真的做云质空间的时候 莱特又说他没什么希望 这是模型 大家能看到这个 这个位置是两块毛玻璃板 因为这是一个展厅 所以他不需要壁炉 但是密斯非常不希望 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空间已经足够流动了 但是在一个流动空间 当它不成为场所的时候 它很难成为意义 当然作为一个展厅来讲 里面的展品完全可以变成这个壁炉 起到壁炉的作用 但大家都知道密斯是希望 他的这个建筑独立变成展品的 所以他这做完以后 除了里面摆了几把密斯意外 他旁边带了一个展厅来 展其他的东西 所以他一定要在里面找到壁炉 他用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这个两块毛玻璃 上面是透光的 光可以打进来 所以在现代主义 大家知道现代主义 已经取消了很多古典主义的 美学原则和功能 但在这个前提下 他没有遭遇了海德格尔所提出的 当一个空间趋于无限的时候 他们无法驾驭 无法表现 因为我知道一个足够大的纪念性的空间 我一定不希望在这里面的人 像海德格尔所说的 我接触到他这一刻 就已经穿越了 他一定希望你是在里面 可以持久地待下去 来玩味这个空间的 但当空间本身缺乏表现的动机 或者说他表现不充足的时候 现代主义大师必须要找到一个东西 他有两个要求 第一 他要使这个空间成为场所 是空间里面的每一个位置都有意义 第二 他不能引入任何实体来破坏这个空间 对吧 因为所有真实的拿得出来 摸得着的东西 他都会改变这个空间的特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唯一的选 几乎是唯一的 我们又找到第二个 出现了 就是光 也是像康说的 当一束光打在这个建筑空间里面的时候 它不只是这一束光本身 而是这个空间里面 所有的位置都为这束光定义了 所以哪怕是再黑的黑暗 也需要一束神秘的光 告诉你它有多黑 所以在现代主义的空间表现里面 这个时候大家记住是空间表现 也只有在此刻才是空间表现 千万不要随便坐个房间就去讨论这个空间怎么样 在空间表现里面 光变得不可或缺 它取代的就是森佩尔建筑四要素里面 壁炉的位置 既然是四要素 既然现代人还得读它 意味着这四个东西从来没有消失过 但是当我们找不到壁炉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看究竟是什么 而其他森林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都还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理解 康为什么如此执着的表现光 那么光是怎么来的 这个人大家知道吗 应该知道我也是很 但是我也是很后才知道 就维特科威尔 应该是 现代主义时代以来 西方世界 建筑历史理论 最顶尖的三四位大师之一了 那这个名字可能陌生啊 但是他有两个学生大名鼎鼎 一个叫做柯林罗 写透明性的那样 第二弟子更有名叫罗伯特文修理 当老师当到这份上 死而无憾了 维特科威尔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讲什么 一排柱子实际上就是几个空间之间 一面开放的不连续的墙 而不是别的什么 他讲的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会从概念里 把柱子和墙分开 但如果我们引入一个 模糊数学的概念 化解这个边界会发现 当柱子扁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是墙 以及墙 它被打断成什么时候 是柱子 比如说这个堆 它是柱子吗 如果再宽 窗窗再小 到哪一刻的时候 它不再是柱子 而变成了墙 或者在哪一刻 它不是墙而变成了柱子 建筑师永远需要这种警醒 你脑子里会有很多现在的概念 告诉你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